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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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超長的螢幕 光寬度呢就有110公分 有三分之二隻鬼鬼這麼長啊 這款是Alpen的43XV ECP 螢幕尺寸高達43.8吋 解析度為3840x1080 120Hz 是一款平面的Double 4HD Ultra Wide顯示器 背後有DP與兩個HDMI接口 內建兩個喇叭 還有附遙控器可以遠端調整哦 純白簡潔外觀相當耐看 接上電源之後呢 螢幕後面會有RGB的燈效 支援AMD FreeSync Premiere 讓畫面流暢不破圖 一毫秒Turbo Visual Response技術 讓遊戲畫面清晰不模糊 93%的DCI P3廣色域 讓顏色更加的豐富真實 Alpen Visual Care 提供燃光保護 減少閃頻與最低反射 官網上寫的特點都講完了 那我們就來實際體驗看看吧 我平常是用兩個螢幕並排在一起 不過中間總是有一條框 換了這台之後呢就順眼多了 但究竟是雙螢幕好還是一台超寬的螢幕好呢 首先先來試一下遊戲能支援到這麼寬的解析度嗎 這邊我們用電獄判克來測試一下 把解析度呢開到3840乘以1080P 哦可以看到場景呢延伸出去了耶 而且這邊比例不會變得奇怪哦 這邊遊戲有支援 我們先就上車吧 來開車看一下這個狀況 哦這個感覺很適合賽車類的遊戲 就是畫面視野擴展出去 你也看的更遠然後更好開車哦 哦是這樣的感覺啊 這個沈浸感應該會更好吧 那像是這種大作把畫面開到最高 我還開啟了光追 我看起來畫面還蠻順的 我這邊不會因為這個大寬的螢幕 造成他雷格或是畫面不同步 那這種超寬螢幕呢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曲面的 那有些人會喜歡平面 現在用的這一款呢是平面型的 沈浸感也是相當不錯 除了玩之外呢 工作上也會需要用到剪輯軟體 塊木上的使用上會更加方便嗎 我這邊用的比較簡單的 威力導演來看一下 他整個畫面就是拉長了 我們下面的時間軸可以看到更多 然後左邊的素材呢 也可以是選到更多了 我欄位變更大的 這個其實在簡易上是有幫助的 比較方便選到你想要素材 然後下面要特定的時間點呢 哎也比較好找 可以找到更細更細的時間點 我不然我之前螢幕只有一半的話呢 哦其實你會要把它拉大 把它下面拉寬 然後這樣可以看到的時間範圍 其實會比較小 這個要接觸過剪輯的人才會懂 那這邊總之畫面拉長之後呢 哎其實剪輯上會更加方便的 一般刷螢幕 其實也可以把軟體硬拉到跨越兩個畫面 我包就是中間那條框會讓你有點 呃粗細的感覺 一個單畫面還是讓你沈浸感會更好 工作效率可能會比較高哦 工作完之後呢休息來看一下影片吧 這邊來看一下YouTuber推薦的影片 在路上呢 他其實要支援到這麼寬的話 是看他影片畫質有沒有支援到4k 呃不過一般看的話大概是這樣啊 這個是 呃系統推薦的我也不知道 稍微來看一下 他其實就會聚集在中間 若是全畫面的話啊 他這個解析度沒有到這麼長 他就是維持在中間 不過他如果有支援到2k解析度的話呢 他的寬度哦是可以拉長的 像這個太空般的影片 我是可以整個畫面全部顯示的 那如果是netflix的話 哦這邊網頁榜 其實他就有支援這樣寬螢幕哎 可是他影片有支援嗎 這邊影片的解析度呢 會根據你訂閱方案會有點不同 不過還是看原本的影片 他有沒有支援到這麼寬的長度 即使是2k或4k呢 有些還是就只有中間的小畫面 因為這個資源性平常會比較多了 那如果要拉長到這麼高 除非他有特定的規格 哦不然他大概就顯示到這個位置而已 那最後呢 稍微來總結一下我們的使用心得吧 基本上這款螢幕 可以取代雙螢幕來使用 因為畫面上反正就是視窗畫 你想要拉幾個視窗都可以 只要畫面擺得下 哦所以這邊開了4個youtube的視窗哦 也是剛剛好 剛好重點的地方都看得到 畫面這麼大呢 就適合多工來使用啦 那有些遊戲可以支援到這麼寬的話 你的遊戲沉浸感會更好 通常是賽車啦 或是飛行系列的哦 他這需要大視野的話 或是這種LPS的話哦 感覺好像都蠻適合的 沉浸感會加分 那如果是有簡局需求的話呢哦 這長螢幕也是會有幫助 讓你簡直上更加的專注 方便性也會加分 那如果是拿來看影片的話呢 因為現在影片要支援這麼寬的支援 可能比較不多吧 也許你去豬片 幫能不能抓4k 那尺寸畫面包有沒有這麼大的話 那應該就蠻適合的 但如果在網路上要看的話 我通常還是1080p這種的比較多 不過如果影片有支援的話 這麼寬螢幕就是那種 電視劇院的感覺 沉浸感也會加分的 那比起兩個小螢幕呢 這種寬螢幕呢 就有額外的擴充性 然後可以支援到比較長的尺寸 支援性會更高哦 那我現在電腦多比較小 大概把一個這個螢幕就滿了 不過他其實也支援必掛 不過這邊剛好沒那麼適合 不過目前使用上感覺呢 還蠻不錯的 大家有這樣螢幕需求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一下他的更多硬體資訊 還有他價格來參考 是不是適合你的螢幕呢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體驗 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會大家拜拜